其實在這一季裡面,其實不要說是銀行股 我明顯地其實資金是很喜歡一些高息股 或者偏向息率是高的股份 甚至乎高息息就意味著一點就是股值相對會比較吸引 就是這兩個的方向,大家是比較喜歡追捧一些 所以除了銀行股之外 譬如你過去的電信股 內銀,其實全部都是一個比較強的白銀塊 或者綜合型股份,譬如長和系,其實都不差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來講 其實大家的口味應該不會轉變得那麼快 就是沒有理由剛剛完結了第一季 第二季第一天回來就馬上轉變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短期來說 特別是第二季可能四五月的時間 應該大家到這個方向都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覺得銀行股來算 應該都是屬於比較穩固的一個選擇 再來單一天 該怎麼樣 請坐 裡面 疯 delle